欢迎收听长篇小说《载质天下》第1115集 由于阳为您播讲 赵世江一身短打 灰褐色葛布山 背后汗湿的印 让他看起来就像外面码头上的立功 手上拿着毛刷 正小心翼翼的给他最心爱的一匹黑色骏马刷洗着 轻手轻脚的模样 比奶妈抱着刚生下来的娃儿都要小心 赵令崔都没有见过赵世江抱孙子时这么谨慎过 正如园外郎不敢跟园师比 赵令崔也懒得去嫉妒这些畜生 华阴侯别业的马舅闻不到多少异味 干干净净的 马粪和湿掉的草料不会超过半个时辰 就会被清理走 马兰前的石质水槽流水潺潺 在夏日 侯府只用自深井取出来的净水来印马 通过水槽从井口那里将水一路引过来 而马舅的住户 一匹匹赛马除了洗刷的时候 都穿着精心缝制的防纹衣以防蚊虫叮咬 更不用说夏天冰块冬日火炉 寻常富贵人家才能有的享受 一杆赛马只会得到的更多 说起来的确惹人忌妒 可这又怎么样呢 他的五弟赵令格曾经抱怨过 赵世江对他的那些四肢蹄的畜生比给儿孙都舍得花钱 赵世江当时就戳着五儿的脑门大骂道 羊马是净赚的买卖 你们全是奢本的生意 能比吗 若是没有赛马 华阴侯府就会与过去一样 外面光线 内部则破落料到 多少贵为国公军房的宗亲 逢年过节送礼 只能从库房挖出之前收到的礼物来转赠 赵令崔每逢节庆 查验礼物的时候 都能看见几件眼熟的 全是从他手中送出去的东西 出去饮宴 能去正殿的更是少数 朝廷给的那些俸禄 填饱家中的大大小小十几张嘴都不够 谁敢去七十二家正殿花小 去街边小店吃点小菜就差不多了 只要不是太宗蒲王系出身 大略如此 要不然也不会有豪商之家 县主十个手指数不完的情况 而华阴侯府这些年来却红火得很 出门在外也被人高看一眼 担心家中几个心性不定的顽固弟子 会因为阅历增多而变本加厉 这种奢侈的烦恼 也只有富贵门第才能有 走到赵世江的身后 赵领崔轻声道 爹让儿来吧 赵世江没有理会 把刷子在水桶里涮了一下 又悉心的洗刷身前的爱马 马舅总共十四匹马 也只有眼前的这一匹乌吏 才会得到赵世江无微不至的照料 黑色的骏马毛皮光滑得跟丝断一样 从上到下没有一根杂色 这匹从西域不远万里运回的骏马 以乌吏为名 莫说京师就是天下各路 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知道 花阴侯赵世江的马舅 有一匹神骏无比的天马 堪比浮光略迎两匹御前神鞠 是京城屈指可数的顶级冠军赛马 也是天下间身价最高的种马之一 利就是黑马 前面再加一个乌字就重复了 赵令崔曾经指出过这一点 赵世江只反问了一句 想叫道立吗 道立是周穆王的驭马 这匹马连乌锥之名都不敢起 怎么还敢用周天玉用的马名呢 即使是现在的乌立 还有人说 是不是想要鲤鱼跳龙门呢 自证据和结论 同样可笑的赵世军 魔法案之后 太祖孙人人尽若寒蝉 赵世江的形势也低调了许多 否则又何必早早地辞去了 赛马总社会守的位置 过了一百年了 太宗一戏 还是将他们当作贼来防着 现在吃喝玩乐 一样少不了四面八方猜忌的眼神 仔细查看过马蹄上的体铁 拿着手巾擦了擦汗 赵世江这才起身 相似怎么说呀 岳国公说 韩相公当时有意为之 哦 赵世江淡淡地应了一声 医学已经建了 下面自是要建立工学算学 韩刚到底想要做什么 看方安时就知道了 他拿了一根近几年 与天马同时传入国的胡萝卜 这种颜色和气味都很特别的蔬菜 不知道为何 特别受到污吏的欢迎 大概是家乡菜的缘故 一看见赵世江 将胡萝卜夹在掌心递过来 立刻兴奋地稀里里叫了起来 让爱马啃着手中的胡萝卜 赵世江回头问 相似他当真觉得韩刚 是想让宗师贵气插手进去 他觉得这件事有我们说话的份 岳国公说了 去上韩相公的工学算学 出来最好的也只是诸科出身 真正的世家弟子考不上进士的都会选择印补 这比诸科出身的前途都要好啊 赵世江点点头 这世上有印补出身的梁府人 却没有诸科出身的宰相参政 赵令崔又道 岳国公也说了 我等家弟子并不是人人能受印补 纵是太祖太宗的孙子 一出五福 除了玉板留名之外 也与凡人无异 尽是考不了想做官 也只有诸科意图 无论工学还是算学 其实有一半是给宗室外戚家的弟子准备的 赵世江道 多少穷错大摩拳擦掌 能从他们手里面抢来多少 赵令崔摇头道 数算也好 营造也好 哪一桩不要钱财支持 又岂是连书都买不起的儒生 能置办得起的呢 可惜冯四回去了 找不到人问了 赵世江拿了手进擦汗 叹了一声 没说信还是不信 韩刚最近在经验上的一番话 冯从义又正好将水利超斯基等机器丢出来 这两件事很容易就让人联系起来 想要得到私之上的好处 那么肯定就要支持韩刚的想法 只是这个决定让人很难做 这毕竟是要让一直作为旁观者的宗室贵器 加入朝堂的纷争之中 至少要摇旗呐喊一番 得到超斯基的好处难以计算 而工学算学对偏远宗室也同样好处不少 不过不付出代价就想吃下好处 这世上也的确没有那么好的事 尽管赵石江已经不是赛马总社的会手 可依然是冠军马会的会手 对马会的影响力无与伦比 身家在宗室也是顶尖的 平日里周济亲戚不遗余力 在太祖后裔里人望极高 只要他一句话 多少人愿意为他奔走 但负担了举足上下的性命 这个决定可就越发的难下了 还真会为难人 老华音侯声音不大 没让儿子听见 但乌立一下就支起了耳朵 左右转着 从公务上抬起头 韩刚捕捉到了宗泽脸上 欲言又止的表情 怎么了 相公 宗泽犹豫了一下问 你是不是打算整顿武学 这个 不是 韩刚扬了扬手上的公文 然后否定得很干脆 那个烂摊子 避之唯恐不及啊 纸上谈兵和实际指挥 完全是两个概念 而军事上急需的是什么样的人才 能明了的朝臣依然很少 所以设立在武城王庙的武学 尽管有好些年头了 武举次数也不少 但那些学生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一个成才的 大宋的武官系统 在侧两万余 出身各不相同 将门世家 军班航武 前邸亲随 外戚成员 世人 集官从军 武举选拔 宦官 藩将 立人 宗室 林林总总 百门千道 但其宗室 外戚和前邸 是基本上 不会上战场的一拨人 虽说除去宗室外 外戚前邸两家出身 是三崖管军的一大源流 不过被朝廷以为干成的 还是真正能够上阵的将领 将门世家有传承 军班航武靠博命 大多数都能打仗 上阵的也是他们 而宦官官领军几乎都是以监军和率臣的身份 真正要上阵的也还是武官们 而武学出来的学生 尽管有个出身 但他们的职位安排 不像晋士和诸科出身那般有章可循 勉强安插到了军中 无不被排挤 再加上这些学生几乎都是学不成 才退而习武 属于军中出身的数目极少 更是难以成才了 想要把武学办好 就先得将混乱的武官出身给整理一遍 但这未免太得罪了人 韩刚暂时还不打算去插手武学 张纯若有心就让他去做好了 反正那是书密院的地盘 而且现阶段的敌人 暂时还不需要普及军事学校 那相公是打算做什么呀 宗泽问道 看一看办学校到底会出什么问题 韩刚讽刺地笑道 武学是个好样本 能犯的错都犯了 相公的确是打算最近就开设工学和算学 谁说的 哪有这回事啊 韩刚一口否定 要办也是以后 没人会认为韩刚之前 在太后和天子面前说才是多众多德 只是信口而言 从王寒翁婿之争上看 两家争夺的焦点 必然是学校 现在人人皆知 韩刚在他将幼学穷林 列入解释内容之后 要更进一步了 或许一时不会拿国子坚下手 但传言已久 与民工科 明算科配套的工学算学 肯定要设立了 可韩刚现在却异口否认 这让宗泽迷糊起来 相公为什么在经验上那么说呢 韩刚笑了起来 宗泽若不是困于时代的局限 不会想不到 算学 工学 乃至农学 韩刚肯定是要设立的 弘扬格武之说 需要大量的契学弟子进入官场 走近视意图 竞争性太大 而诸科就简单了许多 尽管诸科出身 很难晋升高位 但是当做事的人遍布朝野 弃学的地位又有何人能动摇 只不过已经传扬已久 又没有多少阻力的事 又何必让他堂堂宰相 在经验上多费唇舌呢 是蒙雪 韩刚道 想要种田收粮 难道不是要先播种吗 初秋的金陵 终于有了些许凉风 肆虐了两个月的酷暑热气 也在秋风中渐渐的消散 白天的时候还是有些热 不过到了太阳落山之后 很快就变得清凉了起来 穿入窗中的凉风袭袭 穿得单薄了 王棠甚至还觉得有心冷 隔着袖子搓了搓手臂 他拿起一件袍子 走到穿得同样单薄的父亲身边 大人 再添件衣服吧 比起年初时 王安石又苍老了许多 离七十古西已经不远的老相公 须发全都白了 乍看起来慈眉善目 已经看不出 妞相公当年的那股子宁静 嗯 王安石透过老花眼镜 盯着桌上的报纸 只随口应了一声 他正看着的那一版报纸的正上方 一篇文章被一道黑框框起 框内短文中 故太子太保 上驻国 申国公 司空 四子金鱼带 几个头衔极为显眼 轻手轻脚地给王安石 披上外套 瞥眼看到申国公这一风诀 不用看后面的明慧 王旁就知道了此人的身份 吕一简 吕公祝父子 相继 申国公 可算是国朝的一段佳话了 但吕公祝的官衔和明慧 出现在报纸上的黑框中 就有另外的一种意味了 尽管不知道这种标志是从何而来 又有何典故 但现如今 只要在报纸上看到黑色的边框 必然是噩耗无遗 正如眼前的这一则 让王安石在桌旁惆怅许久的 正是吕公祝的复文 吕公祝的死讯 登载在来自京城的快报上 反倒比遣送四方的朝报 更早一步送到王安石的手中 王安石 吕公祝早就割席断交 吕家的子弟不会千里迢迢 遣人来告哀 没有报纸 至少要等一个月之后 朝廷议定了吕公祝的追风 王安石才会得到吕公祝的死讯 幸好有了报纸 又有了让江明治京师 总计二十二成的水路 缩减到六天的京寺铁路 能够让王安石 及早的为自己的老朋友 老对头开始哀悼 之前的司马光 他过世了 王安石也是通过报纸和朝报 才得以知晓 对王安石来说 吕公祝和司马光 既是老朋友 又是老对头 最早以为会是志同道合的好友 到后来就是道不同 不相为谋的死敌 可如今 剩下的就只有去日难追的长王 当年在僧访一起唱贺 燕饮至日中的家幼四友 就只剩王安石和韩伟两人 这如何不让日暮图穷的 王安石心中欲揭难挨 大人 可要儿子去寿州一行 王庞轻声问道 虽然说吕公祝至世后 回乡隐居就在寿州 可谓尽在咫尺 但他去世的消息 是先到了京师 再从京师传回来 现在不动身 过两天再走 就只能去坟上祭拜了 王安石沉默地将桌上的报纸 折了几折 叠起来放好 上面的复文被掩去了 而下面的婚庆喜事的通告 倒是露在了外面 现在好像成了习惯 王庞想着 大户人家的红白室 往往都会在报纸上 买上一块板面 公诸于众 王庞上一次在报纸上 还看见了张纯家的长子 张池成婚的消息 新妇是福建 蔡氏出身 赶在跨马游街之后就成亲 真是一点不耽搁 王庞也不知道 自己的几个外甥 到底会是什么时候 去参加科举 不过以韩刚的性格 不会让他们去学习心血 这样连解释都很难过得去 可是谁让他们有一个 做宰相的亲爹 而且还是执掌一拍道统 身为当时大儒的亲爹 等到他们开始 去参加科举的时候 想必进士科的科目 已经与现在截然不同 根本不用担心 考不考得上 只有名次的问题 不过就像如今的 书密家的两位公子 同一榜上高中 一个二甲 一位则在第四等 名字不高 但前十名的好处 不过是方便进入崇文院 包括御史台在内 三管密格和台剑等 轻职屡遭清洗 早无过去作为登天之阶的风光 现在东西两府 都是物于实物的名臣主持 想要博取美职 先得从做事积累名声和经验 这样一来 就是后几名 也不用太讲究名次高下了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